自俄乌冲突升级后,在美国的怂恿下,欧洲不仅跟随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武器援助。 同时在近段时间,在美国带头下,欧洲还对俄罗斯能愿施加了一轮又一轮的制裁。 当然欧洲之所以对俄罗斯出手,主要是因为在欧洲保守派代表的影响下。 出于对俄罗斯的恐惧,欧洲也希望通过此次冲突来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力。 然而令欧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俄罗斯还未倒下,欧洲却率先乱作一团。 其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职后,意大利总理德拉基在内阁会议上宣布,将辞去总理职务,并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辞呈。 不过随后马塔雷拉火速拒绝了其辞职请求。 他要求德拉基下周在议会发表强化,以评估其政府拥有多少议员支持。 有分析人士认为,马塔雷拉一载为各党派争取时间,以达成妥协方案,避免使意大利陷入更深的政治危机。 否则将导致意大利提前进行选举,并加剧该国乃至整个欧元区金融市场动荡。 德拉基政府于2021年2月组成,得到处意大利兄弟党外各主要政党的支持。 德拉基现年74岁,曾先后担任意大利财政部长,央行行长。 2001年至2019年担任欧洲央行行长,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严重的危机关头。 德拉基于2011年11月出任欧洲央行行长,大胆推行一系列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,帮助欧元区国家走出主权债务泥涨,维护了欧元稳定。 去年前,总理孔特领导的执政联盟,在议会参议院失去绝对多数地位后辞职,让意大利政坛陷入危机。 关键时刻,德拉基领为受命出任总理。 有分析认为,德拉基辞职的导火索,在与其领导的执政联盟出现分化。 作为联盟伙伴之一的五星运动党,对德拉基政府制定的一项,规模为26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有所不满, 拒绝参与议会的投票表决。 该援助计划旨在帮助意大利民众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。 意大利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,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卸任后,意大利被欧洲寄予厚望。 而在德拉基辞职消息传出后,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0.9997,在此跌至评价一下。 当下欧元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滞涨困境。 在供应链瓶颈,贸易条件恶化,输入性通胀的三重实体冲击叠加下,经济衰退风险显著上升。 当然欧元汇率暴跌,获利最多的要输美国了,美元与欧元本就相互竞争,而随着欧元衰退。 欧元市场将会进一步被美元瓜分。 有的时候几十年什么也没发生,有的时候几个星期顶几十年,这句话非常适用于今天。 雷再一个个地报,约翰逊不孤独了,真是连环雷。 英国报完日本报,日本报完斯里兰卡报,斯里兰卡报完意大利报,等着看吧。 今年和明年的雷声会不断,接下来要报的,大概率是土耳其,还有债务严重的南欧诸国。 这几个主要国家暴雷的间隙,还会有东南亚、南美和非洲的脆弱小国友情参与。 彼此存照,等待时间来验证。 美国的疯狂收割和吸血,加剧了新旧秩序转换期的代价和阵痛。 美国现在是恶疯了,张开血盆大口,两眼放光,逮谁吃谁。 很多脆弱的国家今明两年都会很惨很惨。 这一波收割歧视才刚刚开始,这一轮美国加息将持续很长时间,明年的利率会更高。 今年死成了半年的国家,还要再撑撑,后面大戏还没上演呢。 2022年一级未来,比美国潮汐式收割更严重的。 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崩溃,和全球经济硬着陆。 中东、拉美、南亚、非洲等火药桶区域的矛盾,有可能全面爆发。 当全球债务总崩盘的时候,一切秩序将荡然无存。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,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。 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,和他们的相互关系。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是这么说的。 当年大英帝国光荣撤退,买了无数的雷,现在美国的吸血和收割更急,更没有章法。 为了买雷可能更简单粗暴,还要拉上全世界给他垫背。 美国已经变成纯破坏性力量。 他带着全世界加速下坠,直至触地反弹。 底部在哪里? 谁也不知道。 世界秩序的转换迎来至暗时刻。 世界已经步入一个全面混乱的大争之势了。 继续高喊什么全球化,什么合作共赢,占据到一高地,没有任何问题。 但是内心深处我们要明白,世界进入一个乱世了,越来越没有秩序。 在加速坠底的过程中,中国明智的态度是加紧修炼好自己,解决短板,让机体更强重。 方方面面要有后备和储备,以应对触地后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危机。 总而言之一句话,该解决的问题,该补伤的短板,该排的雷,一个都跑不了。 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。 近期内外一系列事件,已经表明事件很紧迫了。 换一个角度看,世界在失序的同时,也进入了重大清理进程,积累的负能量太大了。 一定会出清,积累的负伤越多,清理的越彻底,内外都是如此。 俄乌战争的爆发,无疑是催化英国政治变化的一剂模样。 为了美国人的利益,而让英国成为俄罗斯在欧洲的第一攻击目标,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是得不偿失的。 英国脱欧的本意,是为了让自己在多际世界中扮演更为自主的角色,而不是沦为美国彻头彻尾的跟班。 如果说美英奥奥克鲁同盟,还是英国谋求世界霸权的一种手段,那么在对欧制裁上。 英国是有着自身利益考量的,约翰逊政府不顾英国自身利益,一味地强求对俄强硬,并不完全符合英国的自身利益。 所以约翰逊的下台,意味着英国可能会在对俄态度上发生一些变化。 所以从某些方面来看,欧洲本次被收割,举起镰刀的或者不仅仅只有美国。 而是欧洲以外的世界,特别是正在完善提升自己产业体系的中国。 舒尔茨等欧洲领导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,所以他们很着急。 所以他们需要在欧洲的自主性上下更大的功夫。 只有尽快结束俄乌战争,或者尽快打败俄罗斯,欧洲才可以停止这种产业流失的发生。 所以欧洲需要更大的自主能力。 当然我们是不能指望欧洲产业自动流入中国。 而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这样的承接能力以及替代能力,当欧洲被俄乌战争搞得焦头烂时, 我们因为自身的优势条件可以继续发展,自然也就会吸引或者自主研发。 那些欧洲处于停滞状态的产业在中国落脚。 所以美国发动的这场俄乌战争,最终究竟便宜了谁? 恐怕美国人自己也难以控制。 俄乌战争的深远意义就在于加速了欧洲产业的流失,短期内。 美国会因为这种流失而吃得满嘴流油,可是从长期看,美国可以吸纳欧洲资本, 但却在承接欧洲产业上没有较强的竞争力。 最终这种承接只会让亚洲获得较为强劲的发展机会。 一直以来,世界各国的经济专家都在说, 东亚和东南亚将会成为世界的新经济引擎。 欧战争则为这个新引擎添加了一种加速的动力。 这件事已经是不可更改的必然趋势。 有鉴于此,舒尔茨等人才如此着急, 想要拿到更多的自主权来尽快阻止这种流失的发生。 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 欧洲的夕阳其实已经不太美好, 如果不能尽快阻止这种产业流血的发生。 一个新世纪的暗黑欧洲, 或者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亲眼目睹的器官。 当然欧洲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, 那就气媚入亚,争取和亚洲的合作。 但这种选择要比他们争取自主权要更加困难, 因为这种选择不但要抗得住美国的压力, 还需要摆脱他们内心的心魔。 这种心魔就是当前欧洲人所绝不愿意摆脱的骄傲。